大家好,我这一棵大栗花是15天之前给它栽种的 当时是一块很小的根块,大概这个拇指那么大 现在15天过去之后呢,已经长出了一条比较粗状的这个芽出来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大栗花呢 大家想要它养的脂肪叶茂,容易爆棚的话呢 一定要做好一些修剪动作 因为大栗花在生长期是非常容易长分支的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不打顶,不给它触分支 那么它就会长一条毒杆上来,非常的高 整个株形就没有什么观赏性 所以我们给大栗花打顶的话 一般这条主干上来大概有40到30厘米 我们就可以给它打顶了 从上面底部这里给它剪掉 这样的话它就从旁边这些地方长一些分支出来 等到这些分支长出来大概三对叶片之后 我们把上面的一对叶片给它剪掉 然后保留两对叶片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就不断的长分支 不断的长分支 整颗灌符就会比较饱满圆润 所以这个动作非常关键 大家一定要做到位 大栗花本身它是一种球根类植物 所以它需要的甲原素会比较多 而且它的枝条比较脆 如果缺乏甲原素的话是比较容易浮导的 所以我们给这种小苗的大栗花补肥的话呢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高氮夹的肥料 因为氮肥呢可以让大栗花正常的生长 让它更加容易长一些分支出来 这些叶片更加的翠绿 甲原素又可以强壮大栗花的球根 还可以增加叶片的光合作用 因为甲原素它的水分会比较多 所以可以增加叶片中的水分 增加它的光合作用 同时又可以让这些枝条更加的硬朗 不容易浮导 那么像这种高氮夹肥呢 它也是属于一种控制肥 作为长效肥来使用 效果非常的好 我们用一次 效果可以长达三到四个月 像这种这么大的一颗花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盆的表面 放上30到50粒就可以了 作为长效肥 那么短效肥的话呢 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一些肥水 因为自己制作肥水它是属于一种有机肥 那么我们用无机肥跟有机肥结合起来 效果更加的明显 我们制作淘米水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最好是在淘米水里面加入黄豆 因为本身淘米水呢 它的甲原素比较丰富 淡原素缺乏 加入黄豆之后呢 它的淡甲原素就会更加的全面 对于幼苗的生长期非常有帮助 但是大家发酵淘米水的话呢 一定要发酵透 如果大家不发酵透的话 比较容易烧根 大家担心它发酵不好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淘米水中 一瓶淘米水中 加入15毫升左右的这种淘米原路 加速它的发酵 而且呢 又可以去除淘米水中的一些异味 使用起来效果更加的好 因为这种淘米原路 主要是一些有异活菌 还可以提高大栗花的抗性 让它根球长得更加的发达 这些质干更加的粗壮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